下面我们讲一下那个叫什么 叫信用回忆录啊 就是现在一直在内穷寺这边 内穷寺这边呢 法王应该上午呢 就是就关了那个元旗出张法的这个定 然后同时呢也讲了 法王跟内穷护法神之间的这些因缘 就是包括他的前世的一些因缘 那么然后下午的话呢 就是讲了 因为上午也关了定 然后下午呢 就是法王就是传了这个文殊大圆满的 这个受众持佛 就是受众持佛 那么这个呢 就是从那个 因为昨天就是从开头到讲到这个 发菩提心就是这个之间 然后文殊大圆满就是大家都比较了解 就是然后呢 就是他前面就是皈依啊 发菩提心啊 包括前面的人生难得这些都已经讲完了嘛 然后那个今天下午的时候呢 就是法王从那个上师瑜伽 就是一直讲到这个圆满次第 然后圆满次第之后呢 就是大圆满的部分呢 法王就念了传承 就是没有直接讲 因为法王除了这个华盛顿的文殊大圆满 书中持佛呢 完整的讲了 就是其他事 中国讲了五次 但是这些呢 就是都是是 就是把前面部分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然后后面部分呢 两个这个传承 这个是可能也是有不同的 这个一些因缘吧 因为确实华盛顿呢 就是他地方也是比较特殊的 然后这个道场呢 就是也比较特殊 所以呢 就是文殊大圆满次当时是完整的讲的话呢 我们的第二层里面有 就是以后可能这个是很重要 就是有机会的话呢 就是也学一下 那么就是 就是然后没有这个详细的讲 所以我们这里呢 也没有这个债路 然后上师在讲那个上师瑜伽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里是就是部分部分债路的 就是所以全部呢没有 因为全部要有的话呢 也没办法 然后灌顶的这个仪柜呢 就是怎么样灌的 就是这些是我想一个可能藏文的话呢 也许可能要弄一下 就是然后我们这里好多人呢 也不灌顶 所以这个呢也不要紧的 就没有这个债路 然后这里所有的这些诸字诸句的也没有 就是这是重要的 有部分的地方呢 不重复的情况下呢 我就在这边就是整理了 因为我整理的时候呢 就是先用那个藏文嘛 然后呢藏文就是觉得不错的时候呢 就是就把它就完了以后呢 就是我们翻成这个汉文 就是然后这样放上去的 就是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就藏文上觉得比较好的话呢 就是再翻译出来的 那么在讲上师瑜伽的时候 法王也是讲到这么 就是观修上师方面的一个这样的教言 有些人就是会把上师当成这个真正的人 认为呢就是自己就接触的 一个有血有肉的这样的身体 就是就把上师是当作一般的不同人吧 有些人呢就是严厉 就是上师呢就是真正的文殊菩萨 就像昨天那个美嘎尔不是讲 文殊菩萨给给文殊菩萨 就是他就把上师也当作文殊菩萨 然后他树立的那个佛像肯定是文殊菩萨 就是这样如果就是接触到他 就是这个接触到文殊菩萨 就是接触到上师也 你就心里想是 我现在正在接触文殊菩萨 就是他不会像是接触一个普通的人 而且接触一个可能性格不好的人 就是然后什么什么 反正原来上师也讲过嘛 我的这个上师呢是这个满面作文的 就是脑胎隆重的什么什么 就这样的话呢 就是可能就真正的这个上师的这种佛的加持 就是不一定得到的 就是那么就是这二则当中 应该是讲这个上师呢 就是观成哪一种是比较正确的呢 把上师观成文殊菩萨是正确的 这里有很多的原因 但是呢如果今天要就是讲解太多的话呢 那就恐怕时间不够了 就是法王在这里没有讲 后面还会讲一些 上师其实这个文殊菩萨呢 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讲这个上师 设为文殊菩萨 就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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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理稍微难懂一点 但是这个呢就是下面讲的 你翻翻覆覆覆覆看的话知道 但是所以呢就是将其本体呢 观成为这个根本上师 然后其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我们把上师的形象啊 本体啊全部都是观成文殊菩萨的话呢 那文殊菩萨离我们就是 似乎比较这个遥远的啊 所以有点困难 所以我们为什么是把上师是文殊菩萨呢 如果形象也是文殊菩萨 对我们有点遥远 但是形象的话 我们有时候是观上师的 有时候是观文殊菩萨 本体有时候就不管怎么样 文殊菩萨是无二无别 就这样来观想 那么如果我们观这个形象也是文殊菩萨的话 有点乱 为什么呢 就是文殊菩萨是汉地五台山的一个菩萨 以前大自大悲的佛陀住在印度的时候 文殊菩萨也是多次去印度 或者是有时候的话 佛陀经常说法的时候 文殊菩萨请求 文殊菩萨借记 就是有这样的 跟我们这个地方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九年前 两千五百年左右的时候 一个佛和菩萨之间的关系 好像跟我们就没有什么关系 即使我们相当其道的话 好像也是不能得到多少价值 有这种感觉 如果是我们完全是他的形象的话 而根本上师已经亲自来到我这里 然后为我观地 为我传地 传法 那么祈祷他的话 就是得到更大的价值 因此其本体需要关乘 就是根本上师 就是这里面的平时我们 包括学虚幻修行 然后前行 这里面的表达方式稍微有点不同 但是这个你要去详细考虑的话 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上师和文殊菩萨无而无别的 只不过是 我们面前只是显现上师 他的本体文殊菩萨 但是这个本体跟上师和文殊菩萨无而无别 形象就是以上师的形象来到这里 所以我现在摸他的方 我摸得到上师 但实际上是摸到文殊菩萨 就是要给你讲出这样一个道理 如果你想生起一种 前所未有的大圆满的精进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要祈祷上师 如果你之前所生的大圆满的这些精进 要先进一步的提升 他的绝授和一些掌握的话 让他越来越 不但是产生这些 让他越来越增上的话 那早日成就佛果 也没有比祈祷上师更好的方法 因此应该观上师 祈祷上师 这是凡事学密宗 法王在这里面还是强调得多 后面也是强调得多 确实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也是上师是非常重要的 观修的方法就是 根本上师观在你前面的虚空当中 然后心里面想 从今以后 除了你以外 我绝对不会寻找任何其他的这个皈依处 然后其他的这个 连梦中也是不会就是 去祈祷或者是 就是其他的说 就是一定要祈祷 其实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当中的话 就是有些是就心还是很散乱的 今天找这个上师 明天找那个上师 说明了自己的这种定解 就是还是不稳固 就是有时候是 这个找这个其他宗派的上师 有时候是找我们一看得出来 就是这个说起来都是很好 这个法很难得 我今天求那个法 明天求这个法 但是实际上呢 就是从他的行为当中呢 应该能就是看出来 就是自己在自己的根本上师面前呢 好像是没有得到特别的这种 确定的一种这个见解 就是否则的话呢 就是他应该就是就是一直的比较这个稳固 就是不会呢就是飘来飘去的 今天飘这个 明天飘来一个 这种人的话呢 就是基本上是不管是谁 就是一眼都是能看出来 就是他自己是没有什么一个固定的 真正的就是这个上师的一种这个摄手啊 就是这是我们就是 尤其是这个夏天呢 就是比较这个就是灌顶的就是比较多吧 就是在这个时候 其实你灌顶也可以 就是任何一个上师不会排斥 啊你不要灌顶啊 就是当然有个别的也有啊 就是以前那个其他教派的有些的 包括灌顶的时候 在他的实验当中的话呢 实验里面就是说是 以后就除了我们奔派以外的 就是其他上师面前不去求法 不去灌顶 就是好像有啊 就是现在的有些录像和视频里面都有 就是这个是有点这个不知道怎么样 就是这个是我们该传的这个实验呢 就是这个密宗的实验有那么多 就是这些都不传 就是然后呢就是你本传的这个某某某某上师的教法以外 就是其他都不能移植 就是这样都可能没有必要的 但是有些呢就是也没有必要就是天天都是跑跑 就是跑来跑去的这些人的话呢 最后除了自己的信心呢就是被风吹走了以外 好像也一无所得 就是越来越就是他就好像就是得的这个结果呢不明显 就是这个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包括我们以前一直上师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是当年都是并不是找不到其他的这个上师 也并不是没有时间的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法王也不排斥 当时如果你们是谁去的话呢就没有的 但是在法王身边的很多的就比较这个 得到这个上师密意的这些这个大师们的话呢 那基本上是可能除了就是就一两个以外的话呢 基本上是没有就是一直过很多 其实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这个现在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有些人是特别就是就是就跑 就是爱跑的这些人的话呢 最后呢到最终看出来的时候 信心呢好像是也就散了 就是然后呢就是什么都已经耗尽了 但最后自己得到的呢就是也许是可能邪见了 也许是可能一无所得就是没有邪见还算是比较不错的了 观修的方法呢就是把上师关在自己在那里 在前面的虚空当中啊 怀者对上师的虔诚信心 观想将自己的身体受用 三世的一切善根全部供养 上师而供曼扎罗 他这里都是没有讲那个七指供 只是在上师面前要这样 然后呢就是再观想从无始以来 生生死死积累的所有的 在观想从无始以来 生生死死积累的累积的一切这个罪障啊 恶毒啊在上师面前发入忏悔 发誓憧憬以后 终于生命危险也是不再这个绝对不再犯 这是这个清净罪业的对治方法 刚才供养和忏悔 还要观想呢 我要就是祈祷的唯有的这个上师你 就是请赐予我灌顶 窍诀 你我的相续呢就是得以成熟这个解脱啊 就是我们很多人是不是唯一就是上师你 就是应该你也是其中的这个 你们上师们就是有些人是可能担心就是别人就是不高兴啊 这么的啊 你们上师们都是佛啊 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一大堆的 当然有很多上师也是可以的 有些上师是什么阿底下尊者都是有 有多少多少的上师 历史上师是有的 但是在这里祈祷的时候呢 就是每个人都是应该获得自己清传加持的 就是具有法恩的 不管是灌顶 得窍诀 这样的这种上师呢 就一心一意的祈祷 就不管是遇到什么事情的话呢 就是我就不会舍弃你 你也是应该就是加持我的相续 就让我早日这个成就和解脱啊 还要思维呢 就是请你加持 就是加持我这个修行就是赐光明大圆满的道 让我呢就是变得像根本上师你一样 需要呢就是虔诚的去祈祷啊 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修法当中呢 有很多的 直接的 很关用的 就用得上的一些修法 所以我们为什么 前面也讲过 为什么这次这个法本要做的现状 比较好的呢 我想以后很多人把这个法本做成是 可能自己众生懈怠的 因为这里面有 加持联天的很多的宝贝 如果我们拉开以后 怕全部散了的话呢 有点可惜 就是所以这次的话呢 就是跟大家也是做的这样的 其实这个法本呢 就是现在好像你们不在乎就是我们是 以前的这些法本 就是然后翻开一项的时候啊 就为了这个法本 就是为了卖那个外面的这个报警布啊 就是当时这个条件都不好啊 就是自己舍不得买衣服就是 就是就买那个报警布 就是我的那个书房里面都是有各种颜色的 可能有些画布的话 现在根本买不到的就是蓝色的 花色的就是各种就是 应该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的各种画布 现在好像很有意思的 就是所以这个对法本呢 应该是有过很大的这个执着啊 就是就什么法本都是就是执着 当时是得不到法 就是就好像就是法王啊 上师们就是讲个法的时候呢 就是就担心这个法本没有 就是下面的这个祈祷文呢 就是是这个佛语 所以有特别的加持力 念诵的时候呢 就是下面这个不能翻证英文 这个后面就没有的话 也可以 应该保留原文 因为他的咒语 有些是不能翻证英文 这个的话呢 就是翻证的话 后面也是应该可以的 接下来的这个祈祷文呢 就是 具有童子圣 就是庄严智慧灯 能处试词案 祈祷文殊尊 具有童子圣的意思是 文殊菩萨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他其实是显着十六岁的 这个少化的这个童子圣 然后庄严智慧灯的意思呢 一切这个佛陀的辨知智慧所显现的圣尊 就是文殊菩萨 也就是说 他是诸佛智慧的灯所庄严 然后能处试词案的话呢 意思是说 像这个明灯呢 就是驱散所有的黑暗一样 文殊菩萨的大智呢 就是也能 大智可能好 大智呢 就是能遣除一切众生的愚昧无知 像这样的护诅文殊菩萨面前 我们要虔诚 诚心诚意的去祈祷 请这个加持我的相续 需要这样的方式来观想 以心意义的 诵我们前面的 把这个偈颂 一千遍 一万遍 十万遍念 一般来讲 我们修文殊大圆满 十万遍 或者是一万遍 就是这样来会念的 然后最后的话呢 观想上师的眉间 后见 心见发出白红蓝光 然后呢 次第融入自己的散除 眉间 后见和心见 从而清净胜于一的一切罪障 获得了上师三生的功德 最后呢 上师华光 融入自己 自己也跟上师变成了无耳无比 专注于大圆满见解 然后呢 大圆满的见解色慈的境界当中 放松和安住 如果再生起七星冬年的时候 观想一切七世界呢 都是上师的身体的现象 一切身影都是上师的语言的现象 一切一念分别念的话 都是上师的智慧的现象 在这种清净观下呢 将一切的善根回向于无上菩提 这个是观想上师瑜伽的时候的一个修法 这个比较重要 就是放在这里 然后当天的话呢 也是后面他们李雄师的上师 还有那些弟子呢 特别对莲花生大师有信心 然后就请求了一个莲花生大师的 上师瑜伽的修法 然后观修莲花生大师的上师瑜伽 之后呢 法王也给他们传授了 莫彭仁波切所造的莲花生大师的上师瑜伽 在这里呢 也摘入了一部分 不是全部的 那这个呢 也是主要是念四上师瑜伽的一个修法 我们念四上师瑜伽的修法是在开心解脱道当中也有 大圆门前行当中也有 还有一些会共的衣柜当中也会想 也会修的 但是这个是也有一个上师的 当时是法王念了一个传承 然后呢 就是直接这样讲出来的 就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我后来也对照了 其他的一些 莫彭仁波切也好 其他的那个念四的修法 但是法王确实是 就是所讲的这些的话呢 基本上是有个别的词稍微动一下 就其他都基本上是可以的 所以法王的应该 我想他的这个境界当中的话呢 就是这个念四修法 也是跟他的平时的一种 就像我们自己习惯的这些话 在哪里说的话都一样的 所以当时法王的那种念四修法 先念了一个传承 然后呢 因为他们要求是 给他们要讲个修法嘛 然后就法王 嘟嘟嘟嘟嘟 这样讲完了 讲完了以后 离乘文字词 就变成这样的 我们的话 可能是念那个衣柜上 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的话 有些解释不清楚了 所以这个很稀有的 所以这个很有加持力的一个修法 我在这里也给大家分享 之后法王就是这样的 首先因为他念完传承以后 他就这样讲的 就很随意的 直接讲下来 不需要把自己的身体观成本尊 现在是什么样的话呢 就观想这个样子 也只要做平常安住 然后呢 在你们前面的虚空当中 观想 就是无尽 无垢大那国下海 就是我们一般的 莲花湖的一个大那国下海嘛 就是他那个仪柜当中也有这样的 也就是说 莲花大师所诞生的那个 充满八功德水的海也好 湖也好 再观想这个海当中 中央有一朵千般的莲花 在莲花的中间的月轮上面 大家观察这个无尽莲花湖大师仁波切 就是他 然后他的身世代理头风光彩阴逸 然后右手持着金刚处 左手托着头巴和宝品 身体以银落和珍宝当 宝身的十三个庄树中严者 然后跟右手握着弯道 左手托着头巴的白色的 一切托家空心目 双赢者 这是一个双真相 同时观想自然 虚不坦诚的一切所有的 包括浩瀚如海的三根本 空心 护法等等 需要观得了尿尿分明 非常清楚 这是先我们观想莲花湖大师 平时我们修莲世瑜伽的时候 这个是个很简单的一个修法 大家这样修的话 我觉得很重要的 因为莲花湖大师 在末法时代是特别重要 我们很多人也是对他很有信心 尤其是你们闭关 这个时候就经常修一个莲世瑜伽 然后在观修方法 就这样的 所以就有些比较大的仪柜 大的服装当中的话 那就特别特别多 这个我们可能 好称是这样的 灌不了了 这个是很简单的 就前面有个莲花湖大师的双身相的话 基本上这里面都已经很简单的预言 已经描述了 然后下面就在这样的观想面前 做一个七指供 就是我们那些仪柜当中都是有的 就是包括回宫和那个 好像那个 就开心解脱道当中也应该有吧 是吧 我记得不是本禁度 应该是有的 然后再观想自己的 这个前面莲花湖大师面前 就是心里 在这个莲花湖大师面前 就是要心里观想 无论是我 十高 十低 十苦 十乐 十凶 十几 莲花湖大师 你会至少的恳请你加持我 我们要有一个很虔诚的心 有些就很有信心的 流着眼泪 就不管是在上师面前 在佛像面前的话 发持内心的 不管说怎么样的话 就一直这样虔诚的心来祈祷 然后要坏着强烈的信心和恭敬心 然后真心事业的虔诚祈祷 然后通过身体恭敬合照 语言恭敬祈祷 心里恭敬一念莲花湖大师的 各种功能 然后这样作礼 这是第一个七十功能当中的定理者 然后第二个 供养之 再观想 将自己最自作的身体受用 三世积累的一切三根 全部通通都供养莲花湖大师 然后需要这样来观想 这个是供养之 第三个 我们应该是忏悔之吧 再观想自己的无事以来 生生世世 直到现在以贪嗔痴烦恼的 去世下所造的一切罪业 统统都在莲花湖大师面发入忏悔 那么对过去的这种 所犯效的罪业 就是感到后悔 那么发誓以后 遇到生命危险 也是不会再去造 然后恳请莲花湖大师 加持自己所有的堕罪都以清净 这样一边观想 一边忏悔 这是第三个忏悔者 第四个应该随喜之吧 就是在观想对他人的这种善根 也是从上到下 就是从上面的佛陀和菩萨下 我们凡夫人 反正所有的人所行持的善法 自己不嫉妒 也不悔恨 真正的去随心 如果真正随喜的话 自己也不仅会得到同样的善根 甚至会得到胜过他的善根 也有这样 所以我们要发自内心的 要随喜上中下 所有其他人所造的一切善根 这是第四个随喜之 然后再次 应该祈祷长久诸实 在观想在这个虚空 没有遍及穷尽之间 莲花生大士的金刚神 也是不生不死的 他因为获得了长寿成名功位 本来不需要祈祷 让他长久诸实 但是他的化身 虽作众生意了 而有不同实现的 有些有神神灭灭的 莲花生大士的化身的 这些转世 善知识 所以我要真诚的祈祷 让所有的莲花生大士 和他的化身 长久诸实 这是第五个 然后第六个 祈祷转法轮 再观想 祈祷莲花生大士的化身 在轮回未空击之前 一直为所有的所化众生面前 不断的光转法轮 再观想 这个是最后的回想 将自己积累的一切善根 为了莲莲获得莲花生大士的 国为二座回向 这是七指功 刚才我们讲了 莲花生大士的坦卡面前 自己做一个这样的七指功 或者是连我们普贤行元篇的七指功 或者其他仪轨当中的七指功 再观想祈祷莲花生大士加持 令自己身于义的一切罪障 多罪得以清净 莲花生大士身于义的所有的功德 融入自己的相续 自己成本弘法力生的光大事业 这是希求这个希地吧 就是要你做七指功以后 你有什么样请求呢 就是要清净我的罪障 得到莲花生大士 跟你无二无别能利益众生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最后观想什么呢 依靠这样的祈祷 从莲花生大士的心间放出 这个五彩的光芒 如如注释延伸一般的融入自己的 好像一条线一样的融入自己的心 自己获得了莲花生大士的所有的功德 他这里对念师的心中 发出这样的一个光芒融入自己的心 然后就经理念诵七句祈祷文 和莲花生大士的心中 要解释七句祈祷文的话 也可以从涵盖了所有佛法的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七句祈祷文是 它是可以涵盖所有的佛法 全知悯仁波切在七句祈祷文的白莲花 这个诗文当中有详细讲解的 但这次的话不解释他的内容 我们不是也翻译过 好像内外密的全部都 这是将士讲到外修 密和罪密也也翻译过了吧 翻译是翻译过了 我们这里有一个照片 刚才七十一是什么 那个是坎坡那麽托罗 当时印度的那个 还有欧洲多吉 他是不断的人 然后当时那个 还有那个丧吉看着 就是这是我前面介绍的那个翻译 就是那个 美国 他是美国人 就是然后 以前我们去的时候应该是去了好几个 应该14年 14年的时候当时去了耶鲁大学 然后还有什么普什么大学 还有斯坦福大学 还有科罗拉好几个学校 当时桑吉坎州和他先生一起跟着我们来翻译 然后当时14年的话 中间也基本上是20年以后 我们当时也一起做了美国的好多学校 然后他是学校里面去翻译不是很习惯的 因为当时我们去了好多学校 前面我们没有去 中间就把这个时间说了飞来飞去 去了好多大学 包括乌尔吉尼亚 乌尔吉尼亚学校也是当时去的 耶鲁也是去的 然后普利斯顿 好像也是去的 还有一个叫什么天鲍大学 就是也去了 反正这个他们都比较累 但是还是很厉害的 就是那个翻译 就是他是美国人 然后那个这样的 现在也是他就最后面的我们的这个英文的定告 他们也在帮助那个什么 帮助教队 就是这样的 然后那个 现在南无洲坎坡应该在尼泊尔 就是在那个山洞里面 就是闭关就是那个阳泥学那边 山洞尔吉尼亚学校是一个特别有价值的 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法 所以我们也希望经常多念这个七句七道文 正因为如此 这次我给大家念一下他的传承 你们平常念诵的时候 要尽量的念诵 莲花生大师的心中和七句七道文 之后观想莲花生大师的眉间 后见 心间分别发出白色 红色蓝色的光融入自己的山处 然后自己的身与一切融入于自己 不是 上师莲花生大师的身与一切加持 融入于自己的相续 最后上师化光为光 然后这个光已经变成百丽涂红的 源流流的一个光明点 这个中央有一个红字庄严的 然后融入自己的心间 观想上师的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比 一为一体 在无所思维 自己与莲花生大师 莲花生大师的心完全是无别的境界当中 安住于入定 就是阿阿阿 阿阿是我们如果有时间 这次也讲一下 它是密宗当中也非常重要的 然后显宗当中也是这样的 以前我好像也翻译过一个阿兹修法白文书的 这个你们看看有没有 之后法王有七句七道文的慧共 也就是他传授了一个慧共仪轨 为了这么说了这么一段 当时慧共的时候又讲了这样一个 所以这个也给大家 有些好像我们现在基本上知道的这些没有债路 当时慧共的时候 法王是这么讲的 你们有什么印象可以 承受在三宝所仪面前 佛像佛塔这些面前 也可以单独 就是摆放在一个其他地方 没有三宝所仪也可以 以便念诵慧共的律轨 我们那个念诗慧共的律轨 放在拉隆歌颂里面 今天全部都翻译了 以便观想莲花生大师 供养莲花生大师和慈命共性慧众 然后他们享用以后 剩下的部分 我们自己取得西地的方式来 我们干呀我干 就是这样的时候 要想他们已经做了慧共 然后他们已经享受完了的 就是这个部分 是我们来享受 这样心理观想 以此无情当中能获得圆满资粮 平时最好是多年慧共一归 其实我们以后 现在我们这里的有些班级 也经常做慧共 这个还是很重的 每个月的出十二十五 这样的话 那个略共 那个七七七道文的这个慧共 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 他的念诵方法 可以按照我讲的那样 当天法王讲的比较劣 就这样也可以的 或者是按照 牧坡仁波切的仪轨的柱子柱具来念诵 这样你们怎么样方便 就怎么样念都可以 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不需要加很多的 直接放在拉荣的课颂里面 这个是以前法王如意宝在藏地的时候念诵的方式 里面加的有个别词的话都是这样的 这个是由上师传承的 如果你们念的话 也不用中间和别的地方加很多 直接按照拉荣可颂的仪轨来念都可以 这个慧共 尤其是在用餐的时候 如果念诵慧共仪轨 就是红什么什么 就是这个仪轨 我们那个仪轨的前面的一个四句寄颂 那么怎么样吃饭的话 就是成了三法 本来我们吃饭的并不是三法 但是念诵这个慧共 当然我们可能现在闻思修学 大家都忙 不要说是慧共 念一个三宝的供养集的 有些人是没时间 就是打扯什么这个大口大口的吃 就是还没有 还没有那个 就是念一个光阳三宝的可能时间 都没有饿都不行了 就是马上吃了 但是如果有时间 尤其是自己闭关 就是这个时候的话 你自己就是在这个 尤其是中午吃饭的时候 念一次慧共的话 你所吃的这些 全部都变成了慧共 也有非常大的功德 就是我们也不一定 非要大心的慧共 就是我们这个什么的话 自己就是吃的这些 就是所谓再供一点三宝 然后余下一点点 就是布施给鬼神 就是余品供养 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平时吃饭的话 可能现在大家的闻思比较忙 但是如果以后闭关 长期修行 这样的时候 有些修行人是经常能做得到的 但是念诵这个衣柜 就是慧共衣柜 观想供养莲花生大事 用餐的时候也是圆满光的资粮 就是我们如果太大的 就是就一些观想方法 观不起来的话 莲花生大事和慈敏慧众 我要供养这些供品 就是包括我吃饭的话 也是自身是一个莲花坛 就是所以我这个呢 就是也是对莲花生大事的一个 这个会供 就是这样想 所以希望大家经常念诵它 好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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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